嘿喲 聊世紀 天眼都個心 大家好 我是Leno 今天要來看贏家人對上蒙古人 這場比賽是冠軍邀請慘TGI的比賽 最近TGI比賽正式開打了 這個比賽是由黑拉組成的 總獎金是24萬台幣 大約8000塊美金左右 第一名可以獨得2500美金 大約約台幣7-8萬左右 獎金是非常豐厚的 這就是世紀帝國為什麼一直有人在玩的原因 這個獎金大大小的比賽實在太多了 上了這一年加強已經超過了 大概100多萬台幣了吧 現在才半年而已 已經超過一兩百萬了 這個總獎金 所以如果真的要打世紀帝國過活的話 你實力夠強應該是沒問題 這個大象快要殺掉一村 有個極限 走住了 這個遊戲的開局模式也是比較多村民的 好像是10村開局還是9村的樣子 所以你們看到這村民一開始就很多了 那一開始配置也會不太一樣 就可以一開始就先伐木 然後趕快去釀拉豬吃癢 流程其實差不多的 那這場比賽呢 是黑拉組成的關係 所以他也是有自己跳進去打 所以自己辦比賽自己拿冠軍 自己獎金自己拿 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我覺得黑拉眼睛算是非常頂尖的玩家 還自己組成比賽 來推廣世紀帝國 我覺得這是相當欣慰的事情 連世界最頂尖的人都願意來砸錢 推廣這個遊戲 那就代表這個遊戲 還算是 大家還是蠻有熱忱的 並不是大家所說的這種電競公務員 就為了打比賽去打而已 還有在做推廣 我覺得是很不錯的一件事 好 我們回到遊戲中了 那印加人呢 這個文明的最大特色是 他的陸地單位的食物消耗減免是非常多 那地龍時代折扣是非常誇張的 不管你要出老鷹啊 投石手 或是槍隊長 還有棒棒啊 擊兵戰嘛 之類的東西 都會吃到這個效果 所以印加人後期 在阿拉伯算是一個蠻強大的存在的 但是印加人他沒有火槍也沒有火炮 所以遇到一些工程器的單位時候 要特別注意 好 那印加人他有這個食物盾的關係 所以可以讓老鷹跟槍隊長的遠方更高一點 還有這個投石手 那這個方面呢 是主要是給老鷹跟槍隊長用的 那老鷹的部分可以這麼坦 那遇到蒙古人的話 也是攻擊力很高的部分 所以這場可預見 印加人會轉大量的老鷹加上戰矛 做一個打法 那當然也可以打這個強弩啦 但強弩我不太推薦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卡套 卡套是選擇了蒙古人 那蒙古人最大的特色是他馬攻射速最快的 而且若馬到了清奇兵之後呢 有這個血量加成 加30% 那後期的血量可以到 118滴血的弱馬 這個坦度相當足夠了 那蒙古人呢 也可以打這個 城堡時代的草原騎兵 那草原騎兵初期 城堡時代是非常好用的 因為初期的時候 大部分的人 都會選擇一個僧侶開局 那草原騎兵呢 跑得快之外 還有一攻的射程 很適合去抓對方的僧侶 那僧侶的造價昂過 草原騎兵造價只要40黃金 所以這樣互換起來 其實沒到很虧 所以蒙古人的話 城堡時代初期 是很適合打這個 草原騎兵的路線 那蒙古人初期之外 還可以吃這個肉 鹿肉吃得很快速 他是吃野味最快的文明 所以像左邊這邊 那麼多鹿的情況下 對蒙古人來說是一大加分的 那這樣地圖蠻特別的 中間有一大堆金礦 還有黃金 還有一些大象 蒙古人可以多加利用 那硬家人這邊是決定打一個棒棒開局 那棒棒開局 這邊有食物消耗減免的關係 所以這邊省下一些肉 做一個牆呀 那這邊刺猴已經升到封建時代 封建時代的刺猴變成五攻 打鷹刺猴目前只有四攻力 差了一攻 而且血量來說的話 鷹刺猴雖然比較多血 但多了兩攻的傷害還是比較好 而且鷹刺猴的跑速比較慢 所以會被刺猴追上 好這裡馬就蓋下 可能要趕快去點一下刺猴 這邊蒙古人沒有馬上點刺猴 好凡是下了一根亮望塔 這個亮望塔建起來之後 這邊吃野味就相對安全 就不太需要拿出老命 跟對方拼命 這邊劍塔射得不錯 直接收掉了所有單位 哇靠 3滴血塔套太狠了 這個就是 A10級玩家 這個手術操作非常漂亮 一隻刺猴擋全部的兵 三隻步兵單位 全部被這個劍塔 加上一隻刺猴給解決掉 頂尖的操作 那明確實這邊棒棒打完之後 可能會選擇一個跳城路線 因為棒棒然後把家裡圍死 通常都是要來打一個黑跳城 那黑跳城這個打法 在阿拉伯以前很夯 那現在已經沒那麼熱門了 主要是因為阿拉伯現在改動 變成路更遠 然後也變得更難為了 以前阿拉伯有點靠賽 你只要地圖好的時候 可以直接爆圍一波 可以棒棒拖時間 黑跳城是沒問題 但現在黑跳城 通常都是跳樓跳失敗的那種 絕對爆炸 像我們前幾天 Hera就示範了一場 屈折洛洛倫對上敗戰艇 那場直城就直接跳樓跳失敗了 直接被爆打一波 大家應該 應該有印象 那隻影片真的是 讓這個黑跳城戰術 展現了非常多的缺點 好 來看到印加這邊點下了 一級伐木一級農 結果這邊沒有打算要黑跳城嗎 結果還是點下了這些農田科技 那就不是黑跳城戰術了 他可能也知道 這個地圖黑跳城可能會失敗 這邊選地 稍微小圍一下 然後沒有插件塔 選擇用木搶圍 然後吃果子跟鹿的方法 那這裡兩隻刺猴在探路 都沒有探到任何東西 下來巡一下 看有沒有在吃鹿啊 果子 這邊一看應該是看到 好 好 那蒙古這邊前期應該不會做太多事情 先稍微快轉一下下 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 好 OK 那下方呢 塔塔這邊也是蒙古 拉四隻村民去吃 那這個也是我在直播上面 常常在做的事情 我們最近 星期六日 還有星期六日 還有星期三 晚上的五點 開始會打戰衣直播 結束的時候會打這個變態AI 然後跟大家一起同樂 那我都會拉四隻村民 去吃鹿 到處吃鹿 那這個方法大家可以學起來 可以讓你補習封建時代 跟黑暗時代的肉量 可以補陣非常多 好這邊想要拿一坨大象 但是對方的槍兵在那邊嚕嚕小小 好這邊想用卡位 好這邊卡位卡得很兇 可能會被頂死 這要小心一點 哇另外一隻槍兵過來 槍兵要來戳嗎 好一直去桌 然後一直去繼續卡村民 這一仇大象可以拉回來的話 讓塔套的肉量會補得非常舒服喔 好這邊再來繼續往右走 哇卡死了 哇這一波卡得很漂亮喔 好這隻村民再來補一下 好射一下 欸沒射到 選擇不拉 好怕拉的會死 OK那Mintest這邊用兩隻槍兵 竹子拉大象的意圖喔 那這樣也不錯喔 OK那塔套這邊 還是很順利的升到城堡時代 畢竟不用任何撒田喔 一直瘋狂吃野味啊 省下非常多的木頭 這些柴木頭的人 本來都是要八到九個人 甚至十個人去柴木頭去撒農田 那撒農田的話速度 其實是比吃鹿還要慢的 而且蒙古又有吃鹿的這個野味加成喔 所以吃野味的話 升時代是非常快速的 好這邊一升到城堡時代 那塔套這邊是選擇了草原騎兵的開局 那草原騎兵的開局 我們剛剛有講喔 這個是非常適合蒙古的戰術 而且可以有效針對對方的升旅喔 那對方要如果要擋的話 還是比較建議喔 也是繼續出升旅擋 即使自己喔 沒有辦法這麼有效克制對手 但是升旅還是要出的 給到壓力 就是一個蠻大的效果 好這邊偷偷戳路 把三隻路給戳死 命確實也是用自己的心力喔 解掉了非常多的野鹿 這樣就沒有多餘的野鹿可以吃了 這四隻村民可能吃完就要走人了 果子可能就不吃 這邊可能要發呆喔 沒事做了 好沒事就吃過 然後有一隻去原地方想要拉大象 這個 這張地圖真的對蒙古來說太補了 補得要命 吃這麼補會不會流鼻血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那種進補死彩時候 吃太補流鼻血的事情 我也有發生過好幾次了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血管 太飽還是太上火了 導致流鼻血了 所以有點搞不清楚 為什麼吃太補會流鼻血這件事情 到現在還是有點不明不白 這是題外話 看到這個硬家 你先點一下城堡實在 還有30秒 那這邊有可能會直接轉這個槍兵出來 或者是攻兵系 那為什麼攻兵系打草原騎兵很適合 最主要是因為草原騎兵的遠方只有1點 那以前他是0防更慘 以前的草原騎兵是更難解的 現在變得比較好解一點點 比較好解啊 現在比較難解一點點 講錯 那這邊是 按了7隻槍兵可能會直接升級 OK槍兵直接升級 然後點下了 護衛技術 還有自己的修道院 那工兵開局其實數量太少的情況下 還是會被草原騎兵給騷擾到 甚至被壓制住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打出優勢來的話 還是要出一點槍兵 再配上自己的工兵 才有可能殺出重圍 不然這個草原騎兵實在太煩人 這邊用4隻村米去吃大象 這邊待會可能要開始灑農田了 但是沒有先點下一級農就灑了 這個蠻神奇的 其實肉量蠻多的 可以考慮補一下 蒙古這邊點下了二級伐木 並加點下了瞭望技術 應該是守望 城鎮瞭望 瞭望技術補了之後 就可以喔 預先提前知道對方的這個進攻點 就不會這麼慌張了 這個科技我覺得也算是 蠻關鍵的一個科技 因為很多時候在自己玩 都會發現 這個 地圖都黑媽媽的一片 就是忘記點這個 一級瞭望 如果有點的話 地圖就會比較亮一點 其實在 我們爬天梯的時候 都是很常常遺忘的一個科技 那這個城鎮瞭望點的時機點 通常都是上城堡時代之後 就會考慮補一下的 然後再去補一下輪走 還算不錯的一個流程 當然這個科技可點可不點 但我建議還是點一下比較好 那來 看到這邊3TC開農 蒙古這邊也是 那目前蒙古這邊村民領先 只有領先大概五村而已 其實並不太多 兩隻長槍兵沒有繼續輸出 這應該沒有看到 這兩隻村民 這四隻村民還在吃果子 這邊還有一坨大飯可以吃 四百肉其實蠻補的 這邊三隻生命 走到了中間 應該是有看到生物了 待會應該要去撿一下 待會應該要去撿一下 那贏家這邊生物也撿得差不多 好 這邊稍微看一下兩邊的對打 這邊先招了三隻重裝長槍兵 招到了 OK 要趕快跑一下 草恩奇兵直接去後面督生旅 督掉了完全都沒招到 這就是蒙古對抗生旅的一個很好的選擇 直接硬戳 用草恩奇兵戳掉 那生旅本身就是沒有防禦的單位 所以草恩奇兵只要點下一攻之後 三槍就可以同時一隻生旅 非常快速 所以點下這個神聖思想才會變成五下 所以 硬家這邊如果要繼續打生旅戰的話 待會這個神聖思想要趕快補充一下 不然這個生旅戰可能會越打越力 只要補一個軍營 那修道運人要再考慮一下要不要繼續出了 這邊殺進來 草恩奇兵打了一個洞 但這裡沒有攻城氣 其實還好 這邊就先讓自己村民收吹一下 讓對方嚕嚕小小 這裡補下更多的重裝長槍兵 把對手逼退一下 這個時間點卡套居然在中間蓋起了一棟城堡 這個直接把中間控金 把這個淘金草裡面的金給控掉 那這張圖比淘金藏更合 你只要蓋動城堡就可以控住所有的金 淘金草的話還有一些邊邊角角可能不會控到 你還可以偷挖一下 但這張圖就不行 你蓋動城堡基本上就是自己獨佔全吃 那硬家現在被壓制住要怎麼反擊呢 先稍微再加速一下 看起來也是有點偏濃 森林繼續把對手逼退 但是有點斷金喔 現在是靈人挖金 原來祖金在前方 如果要挖的話 要把這個地方挖一挖跟這個地方 兩個地方挖一挖會比較好 重裝長槍兵再次向前 先戳掉了一隻森林 終於解掉了 蒙古這時候點下了輪軸技術 經濟也開始編好 但村民術已經被對手堆上了 明確蛇這邊是七十六村打七十六村 兩邊村民術是差不多的 這時候我看到明確實的 有要想要轉二級伐木嗎 我覺得這是個伏筆喔 二級伐木沒有補下去 其實蠻傷精細的 有一棟城堡之後 按了一隻魔物圖記 結果被招走 那塔套這邊呢 是點下了帝王十代 其實點下的時間算蠻早的 二十六分鐘就點了 這個算蠻早期上帝王十代 這邊草原騎兵 看到魔防稍微錯一下 反正也沒事做 冰家兵補下了射箭場 可能是要開始轉弓兵 或是戰毛兵 都很適合 那以現在這個階段來說 我覺得轉戰毛工兵混著出 其實也是不錯的 為什麼混著出 是因為如果只出戰毛兵的話 可能被草原騎兵給壓著打 出工兵混著搭的話 戰毛可以去點 對方的蒙古圖記 那毛兵的話可以去點 工兵可以點草原騎兵 戰毛兵的話可以點蒙古圖記 大概是這樣搭配 這邊硬家是決定先出一大堆的戰毛兵 可能想要用自己的重裝長長兵 去解正面的草原騎兵的部隊 那帝王十代兩邊差距大約一分半 這邊村民沒有空好 有點危險 要趕快往後拉 村民趕快收村 壓力越來越大 這時候升到帝王十代 巨型頭司機趕快產一台出來 OK 補下了一台 這留一隻村民沒空好 硬家這時候點下二級射 那蒙古點下三級射跟母子環 這個時間開打的話 對於硬家人非常不利 而且現在黃金也不夠多的關係 只能出這些垃圾兵來擋 家裡再補一棟城堡 就會守住農田 OK 那看起來沒問題 只有這個上方地區比較危險 但還好一棟城中心可以擋 來看一下這邊的包抄 這邊的包抄包得還不錯 戳掉了非常多的草原騎兵 戰毛兵也是可能努力的在攻擊蒙古突擊 OK 那這邊打起來 其實對於硬家人就不虧了 反正是有點小賺 好 但是正面的戰毛兵 雖然不夠多的關係 打不太以蒙古突擊的傷害 畢竟人家已經有三級射了 雖然還沒點精銳也沒有化學 但這個射速太快了 蒙古硬家這邊還沒有遠防的關係 所以被射到還是會爆血 欸 這個巨頭怎麼 直接被射爆 沒有空好 好 那硬家人點下了化學 跟弓兵的鎧匠 蒙古則是點下了輕騎兵跟增兵技術 兩邊應該點多點 開始要轉大陸 通常到了地龍時代之後 草原騎兵就會開始掃量出 會把更多的黃金丟給蒙古突擊的升級 例如點這個三級射化學阿 或是精銳的升級 甚至還要再補下這個品種阿 耕種技術之類的科技 會消耗的資源會比較多 所以黃金全部留給蒙古突擊的話 就只有少量的肉可以出洛馬 所以這時候轉大洛馬的升級 我覺得算是不錯的選擇 那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要趕快先把這個精銳蒙古突擊給點出來 會更好一點 好 這邊挖石頭直接被抓包 直接六村要倒地了 OK 這邊倒地之後 要怎麼繼續打呢 戰毛兵出的數量還不錯 16隻 哇 十幾隻不要越多 但這邊應家人已經到達地龍時代 食物消耗節眠的效果已經達到了頂峰 這邊出一隻戰毛兵非常便宜 肉量不需要太多 十幾肉應該就可以出一隻了 OK 這邊肉量非常省 戰毛兵可以一直按 基本上不用斷 那現在害怕的事情 就是對方大洛馬跟草原騎兵而已 所以這邊可能要補個什麼槍隊長 或是重裝長槍兵 出來擋下比較好 那重裝長槍兵 遇到蒙古突擊的問題 就是太龍被射死了 畢竟人家有安卑人戰術 安卑人戰術的話 是可以讓馬功增加四功的傷害 對於長槍兵 所以呢 長槍兵會比較難抵抗蒙古突擊的單位 那蒙古這邊要做的對應 就是要拘出更多的馬功 那印加人呢 這邊轉一些槍隊長 可能會更適合 因為槍隊長還可以吃到這個 植物盾 他的金冠技術 遠防會再更高一點 更能抵抗對手的這個蒙古突擊 那我是認為印加人只單靠槍隊長 跟戰毛兵是有點難打贏蒙古人的 可能還是要搭配一些工程器來打會比較好 但是工程器的部分他也沒火炮 所以就造就著 他如果出工程器的話 可能會被蒙古突擊給直接射掉 最近蒙古突擊打工程器有外增傷 所以很快就可以解掉 那再來的方案就是出老鷹 斯霍盾配老鷹 然後去打後面的蒙古突擊 配上戰毛兵 那正面的話就是配一些疾兵來打 可能就是更好的選擇 那這個部分的話需要更多黃金去做支撐 所以中間這塊黃金喔 你不要搶下來 才可以進行暴老鷹 在中間黃金礦沒有搶下來之前 是不太可能出太多黃金了 黃金冰的 所以Mintest這邊是打一個戰毛兵開局的方向 蒙古這邊是點下大洛馬 蒙古突擊升級好之後 安息人戰術 才有可能會往前推 先把自己精銳的冰龍全部升好 二級攻也有了 三級攻這邊可以再補一下 黃金差一點點 先補個化學 而不是三攻 支援用的非常極限 那目前塔套這邊是打了150吋戰術 明確實這邊是130吋戰術 兩邊的戰術選擇不太一樣 那我覺得蒙古人很適合150吋戰術 最主要是因為蒙古人的後期經濟加成並不明顯 而且基本上沒什麼經濟加成 只有前期的次也未有加成 所以他是更需要更多支援 去支持自己去升級蒙古突擊跟弱馬升級 那只要升級完之後 支援有餘力 再去把村民滴掉 變成130吋 然後再轉出更多單位 我覺得是更好的選擇 那塔套確實也是這樣做 村民數來到150吋就能再繼續出 轉出了大洛馬 還有這個重型奴炮的升級 唉呀 這個有點猛喔 打印加人出工程器是非常狠的 因為人家沒火炮 沒有火炮的話 你就可以進行用工程器去秀對方 好 印加這邊 這家後面有點被騷擾 大洛馬直接砍了進來 這時候大洛馬都已經升級好了 血量118滴血 攻擊力7加2 待會三級攻要好了 基本上就是全能力滿了 這個大洛馬就可以做到非常多的事情 但明確實這邊防守做得還不錯 槍兵一直有在家裡 待會看要不要考慮剩一下擊兵喔 有疾病的話還是會比較好 血量更多一點 可以到60滴血 後方有少量的老鷹 也是噴到了後方 偷抓了一些村民 但是現在三攻還沒有好 打村民需要一點時間 雖然也是4刀就可以死1隻了 現在錯一下是10滴血 4刀就可以1隻 這時候重型奴炮已經算計好 工程工程師也補下了 這邊看一下串燒效果 其實還不錯喔 這邊一串 全部的老鷹都殘血 奴炮呢 是打垃圾兵很好用 還有打步兵單位也是很適合 那數量真的很多的話 甚至連遊俠都可以串燒 可能可能是三四十隻的奴炮 但實戰來說 要出到三四十隻 可能只有羅馬做得到 其他文明不太可能 所以就來看一下 這邊龍果出奴炮的策略是否好用 這邊有點下早炎機的關係 所以弩炮移動速度很快 可以第一時間去支援戰場 這算是蒙古出工程器一個好處點 比較不會有那種工程器追不上戰場的問題 這邊在串燒 打這個老鷹相當好用 老鷹其實數量剩不多 剩下單位用自己的蒙古手機解掉 這邊單位被各個擊破 而且這邊已經點下了工程工程師 射程變8 射程還蠻遠的 你看這邊打了垃圾兵 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很猛啊 弩炮的用法就是用在這個時候 只要對方沒火炮 就可以這樣秀對方 打得漂亮啊塔套 明確實這邊非常難受 現在要打贏對方的話只能出工程器 但工程器又會被蒙古土機給壓住 所以只能用垃圾兵去擋 或是用老鷹 但老鷹跟垃圾兵的話 又會被弩炮給壓制住 所以這把硬家 完全被蒙古吃得死死的啊 OK 老鷹繼續噴 但是前面已經有開始有肉馬在 在扛這些傷害了 就算不扛傷害 打老鷹的傷害也是特別高 因為老鷹的近戰防禦 基本上有跟沒有一樣 防禦只有 勝乎其為的四防 你的大洛馬有7加4喔 打一刀還有7滴血 還是蠻痛的 因為他的老鷹只有60滴血 就像瑪雅的黃金果魚有100滴血 所以打起來其實還是蠻痛的 被洛馬打 雖然後面有硬家人的城堡 那兩台劇情投資金已經架了起來 瘋狂輸出 大洛馬繼續補上 後面蒙古圖自己也想要繼續上前點 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現在城堡在射大洛馬 大洛馬血量非常多 可以扛非常多的箭矢傷害 這一波看起來 印加人的城堡馬上就要倒了 老鷹就算 雖然繼續往前噴 但是如果這邊黃金被控下來 老鷹可能就要斷囉 雖然現在有織物盾 遠防高達10 但是被奴炮串燒還是太痛了 哇 卡套這個奴炮 找炎基戰術 OP 我很喜歡啊 這個戰術我很喜歡 這個很有料 真的很有料 這麼會是頂尖對決 這邊大洛馬繼續產出 看起來是沒救 那如果這時候印加再產出更多的疾兵的話 可能還有點機會 我覺得他這邊 只噴老鷹不出些槍兵的關係 導致他致命有點扛不太住 一直被洛馬追著打 但老鷹的血量 一直沒有處於在一個很健康的狀態 所以導致自己的老鷹 效果並不是很好 這個世紀立國就是很多細節累加的遊戲 那誰的細節處理得更好 就可以拿到更多的優勢 那在這些打鬥中 大家應該也很明顯看得出來 這個肉馬 處理的效果很好 扛住了非常多的傷害 甚至騷擾 甚至沒有傷到蒙古這邊的經濟 這邊再度集結 戰毛兵也在後方繼續輸出 但是三級攻兵練甲沒有點 所以被魔物圖進一反擊的時候還是會爆血 這個三級反沒有點還是差蠻多的 自己上方城堡掉了 明確實在這邊打出了聚集 哇 這邊噴了140隻老鷹 但是卻好像有噴跟沒噴一樣 噴到前方的時候就已經被奴炮給蒸發掉了 最後殘血的老鷹又被蒙古圖進給射掉 就算沒有直接衝上去 這個老鷹也是 這個不是老鷹 這個肉馬也是上前 直接硬砍 把所有的老鷹砍到殘血之後再衝一波 結果後面又直接被串燒掉 導致硬家人沒有辦法對後排的老鷹做出強大的傷害 只能用這個戰毛兵去慢慢解 戰毛兵打的速度很慢的關係 又很容易被奴炮給串燒掉 所以不管出什麼兵 都是一直被蒙古壓制住的狀況 塔套這一套蒙古戰術蠻適合打沒有火炮的文明 如果你喜歡玩蒙古人的話 我覺得塔套這一部影片 可以讓你學到很多一些轉兵的觀念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塔套這邊拿下所支援勝利 這個就是150吋的經濟壓制 也是因為硬家人本身也沒有經濟加成的關係 他甚至也沒有像蒙古前面也未加成 所以經濟會數也是正常的 而且他打的戰術也是130吋戰術 超明術自然損失了20吋 也不是損失啊 就少了20吋 所以經濟不好也是正常的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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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